Hello Hi! King in Taiwan 阿玉今天帶大家來爬巴通關古道全段 今天是巴通關古道全段的最後一集 那我先之前的介紹呢 那我們前幾天呢 是住在關高中央大水窟 那這一直播出呢 是從塔達芬住在所 住完的隔天呢 再走大芬山屋 暴崖山屋 到最後就出南安登山口 我們地圖介紹一下就是 伊希拉住在所 那我們走到 塔達芬 住在所 這是我們 住的地方 那住完之後呢 我們再前往 那個圖葛住在所 那我們再簡單講一下 伊希拉住在所跟伊希拉吊橋呢 中間有個封閉 那個是蠻危險的一個地方 是 值得大家新作的時候要小心的 那 基本上我們路況 行經拉古拉吊橋 跟拉古拉住在所 最後 抵達 大芬住在所 這一度的路況 其實都是右邊的邊坡 其實都蠻危險的 那從大芬住在所 走過來呢 會經過大芬的吊橋 好 那有一個蠻值得去的地方就是一個華倫巴諾的砲台 那個是日據時代還有遺留的 但是我們這次就不會多做介紹 那我們行經呢 十三里住在所跟十里住在所 最後到鮑矮 就是我們 呃 住的地方 那到鮑矮呢 最後 走出去就是 瓦拉米山屋 最後我們就出 那個南安 南安的那個登山口 那 南安登山口會經過加薪 其實 其實那個通訊 加薪是一個很棒的通訊地點 最穩定的 瓦拉米之前 會有一個 在多圖滾 這個地方也是會有訊號 那最好還是 帶衛星電話 最妥當 那這邊就是 塔達芬住在所 我們 那一天的 一早起來的 狀況 那稍微默黑一下 從 距離大分3或6K 先為此我們抵達 圖滾住在所 這裏是圖滾住在所 就在路旁邊 就在路旁邊 門口 圖滾封閉 厝 巨大分3屋 還有5.3K 這裡寫往托馬斯 7.4K 圖葛住在所 沿途邊坡地形 抵達圖葛封壁下切處 這裡有很明顯的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一個告示牌 從這邊開始下切 繞過圖葛封壁 Let's go 在這裡 抵達拉古拉吊橋 拉古拉吊橋旁邊的瀑布 拉圖鋪 拉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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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往托馬斯 11K 大分山屋剩下1.7K 那這是之前的樓梯 這是什麼? 拉谷拉住在鎖 拉谷拉住在鎖 從這邊下去 下街之後觀景台 可以看到瀑布了 鬆聲非常的滑 這裡有觀景台 叫鐵線瀑布 背鋪 好,繼續走大芬 前往大芬山屋 好,Let's go 來 喜達大芬山屋 號稱黑熊的家 有水池 大芬山屋的側門 辦公室 看一下大芬山屋的環境 保持得很好 保持得很好 大芬山屋 講一些布隆族 跟大芬事件的事情 他這邊有個地圖 可以看一下 大芬住在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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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芬山屋的場景 我們現在的位置 大芬馬屋 我們現在的位置 這邊有很詳細的地圖 這就是有關於黑熊的一些狀況 再來是大分山屋的前面 這是我們這兩天拍攝的大分山屋的說實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位置是往大水庫的方向 那這是洗手間 太陽出來才會有熱水 那這是大分山屋裡面的 煮飯的地點也是工作室 過去大水庫山屋的方向 大分山屋周圍的景色 另外一邊拍攝的樣子 那這個是要前往日劇時代的彈藥庫 這個是它的門口 那至高點拍的一個狀態 它的背面 從大分山屋我們要出發了 今天目標爆崖 Let's go 先往爆崖山屋 抵達花輪巴諾浩台 插路齁 就是這邊 過溪之後 現在有布條齁 往右邊 黏著溪的右邊走 那過溪之後的右邊 過溪之後的右邊就是大分山屋 過溪之後的左邊呢 就是要往砲台的方向 沿路都有布條 那你從大分山屋直接走過來 記得要過溪 不要走到砲台的路了齁 因為它沒有寫說是往哪邊的路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那過了 花輪巴諾山超過來 就要往多美麗住在所齁 我們這次是冬天去 所以說馬黃比較少 天氣我們那天也是 一整天都是在下毛毛雨 你看下雨 那個馬黃幾乎是沒有的 所以說運氣真的是蠻好的 再就是冬天 主要是天氣的因素 冬天去馬黃一定是非常少 夏天 縱使沒有下雨 你有一些濕氣其實就很 馬黃就非常的多了 而且是非常的多 那這邊就是往那個大分山屋 還有爆崖的岔路了 現在位置是在大分山屋5.1K 距離大分山屋5.1K 那到水源2公里 到爆崖山屋6.8K 那這邊就開始要高繞 往大分山屋 那我們昨天是從 我們今天剛剛從這邊下來 這邊下來 那待會下來的地方呢 往右轉 就是往爆崖山屋 那我們今天預計呢 是在爆崖山屋住宿 這邊吃午餐 好準備出發了 Let's go 岔路走過來 就陸陸續會看到一些 日據時代的一些紀念碑 那這裡是往多美麗住在所的一個石階 多美麗住在所 那腹地也是蠻廣大的 那再過來呢 就是陸續有崩壁 那這些崩壁都是小心行走 距離爆崖山屋4.3K 那最後抵達新康吊橋 那新康吊橋沿途的景色 那新康吊橋沿途的景色 距離爆崖山屋3.3K 距離爆崖山屋2.3K 距離爆崖山屋2.2K 距離爆崖山屋2.3K 剛剛有縮時停機坪 往 距離那個 往那個 大分商務的方向 0.4K 新康 好,繼續出發 這邊走到 抱一山屋大概還要再一小時 這裡是沙頓 住在所 那過來就是十棟隧道 再來就是一個陰橋 七號吊橋 那這邊要渡河 現在是冬天枯水期 所以說沒有渡河的問題 最後距離0.3K 抱來 那抱來橋 過來就是大分商務了 我們看一下抱來山屋周圍的環境 這是抱來山屋室內的環境 那它又一個室內的廁所 蠻特別的 那這個要前往 那這個要前往 華拉米山屋還有14.2K 那在過去呢就是會到 看到一個日本的紀念碑 那距離華拉米還有13.4K 會經過十棟住在鎖 距離華拉米12.4K 那這邊也要渡一些安全河道啦 但是現在說枯水期 基本上那個水都是蠻小的 那距離華拉米還有10.4K 距離華拉米9.4K 這邊會到十里住在所 那十里住在所的腹地也是蠻廣大的 切點都是水源的問題啊 你可能要再走到十里住在所 可能要在這邊住的話 你還要取水過來這樣子 經過一個卡雷卡住在所 那經過一個破碎的一個吊橋 那還會看到 那個 那之前就有的帆布公寮 三陰橋 多圖滾住在所 它是有訊號的喔 那距離華拉米4.7K 距離華拉米2.4K 多圖滾補充一下 它的訊號可能要再看天候 如果天候不好 可能訊號就沒那麼好了 看到瓦拉米3.5了 抵達瓦拉米3.5 在瓦拉米3.5午餐 最後再出去 我看一下瓦拉米的座位環境齁 這個是從瓦拉米過來 那這邊到 出去還有13.6K 南安登山口還有13.6K 那這是周圍瓦拉米的環境 那再走出來就可以看到瓦拉米吊橋了 那沿途都很多日據時代的紀念碑喔 這邊就是嘉欣住在所了 那到這邊也 表達說快要到最後登山口了 嘉欣是訊號算最穩定的 那走巴通關古道如果說帶對的話 還是建議帶衛星電話 因為在東段大部分都是沒有訊號的 最後我們抵達南安登山口 的牌子 那跟大家分享幾個巴通關古道注意事項 第一點呢 走巴通關古道東段 它的都是陡峭的邊波危險地形 尤其是在伊西拉吊橋與 伊西拉住在所中間的封壁 更是要小心跟注意 第二點夏季東段馬黃昆蟲都很多 但是到了冬天呢 縱使有下雨 它也是會非常的少 可以的話冬天去爬 但是又擔心是冬天的會下雪 所以說大家自己考量一下 第三點 冬段呢記得攜帶水袋 你只要覺得你不知道 你要在哪裡紮飲 游水源就可以紮了 唉 游水源 接近營地了 你就可以隨時紮飲 你也比較方便 那這次跟大家分享巴通關古道全段 那我會不時更新巴通關古道全段 因為這幾天 今年還會再去 那明年也預計還會再去 跟大家分享那些花輪巴諾炮台啦 甚至去大分山屋的溫泉啊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那下次會介紹 艾森 所以艾森呢 下志將大山 好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見面囉 掰掰 掰掰